我们并不认为马里勒旁会在选举中获胜 今年下半年我们将未看到瑞郎贬值 而这是因为风险业务减退引起的 亚历山德罗贝瑞银集团 今天2月份的瑞士KOF经济情欲表拍升至107.2 创下2013年11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 亚历山德罗您认为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数据呢 KOF经济情欲表并不是唯一一个年内出现攀升的商业基本面指标 今天早上我们看到新公布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也指向看涨 达到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与此同时我们的贸易合作伙伴 比如德国和法国也看到显著的改善 企业基本面好转 因此KOF经济指标好转是上升趋势扩大的一部分 所有的指标都表明瑞士经济在增长 2017年有个不错的开端 彭博社经济师的研究表明 瑞士经济已从之前的旧模式中恢复颇多 他们预测周四将公布的GDP数据增幅会为0.4% 那么您对GDP增长的预期是多少呢 我们同样也认为瑞士去年最后一个季度的GDP增长会是0.4% 这一点是一致的 增长的原因之一是去年第三季度 瑞士经济很疲软 因此预计随后的时段内会出现一些回升的效果 另外一个让我们这么预期的原因是全球经济状况的变化 而这是通过本地经济数据或者PMI数据分析得出的 瑞士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口 如果全球经济增长 这对于瑞士经济的上升也会起到加速的效果 瑞士经济部长表示希望与英国进行深入的磋商 这样的话在英国退出欧盟以后 两国之间就已经有新的贸易协定切数 那么您认为瑞士和英国之间会签署什么类型的贸易协定呢 双方会致力于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原因在于英国要脱离欧盟 瑞士又没有加入欧盟 这是因为希望在政治上保持独立性 同时也担心无尽的移民涌入 因为瑞士和英国都对外来移民有很大的吸引力 目前来看两国之间就签署广泛合作的 自由贸易协定上并不存在着很大问题 但有一点需要强调指出的是 对双方来说 两国的协定无法代替与欧盟的协定 比如说瑞士与英国的贸易占据其总贸易比率的5%左右 而与欧盟的贸易则占据约15%的比率 有人担心马里勒旁是否会在年内的法国总统大选中获胜 而这可能会让瑞兰受到打压 那么您对此有何预期 这确实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特别是在短期时段内 如果马里勒旁在大选中获胜的话 这将会给瑞兰会价带来打压 而一旦持续影响的话 瑞士央行将可能不得不采取更多的干涉措施 不过长期时段内 我们并不认为马里勒旁会在选举中获胜 今年下半年我们将会看到瑞兰贬值 而这是因为风险厌恶减退引起的 亚里山德罗非常感谢您接受访问 并对瑞士经济进行分析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《多高斯贝电视》 再见